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第六章的内容 文章管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文章缩图上传功能开发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些资讯类的系统当中 或者说新闻类的新闻当中 我们对这些资讯或说新闻的话 都有一个缩润图的功能 那么这一块的话 是我们必须得去掌握的一个功能 那么本节的话 我总结了有三个核心点 那么第一点的话就是 我们会是使用到了第三方插件 叫Uploadif这个插件 那么第二点的话 我们是使用了SignPTP自带的一个上传的一个类库 我们直接实际化这个类 然后去调用类里面的一个方法 就能够实现我们的图片上传功能 那么第三点的话 我们肯定是采用EAP方式来处理图片上传了 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三方插件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非常简单 这个大概浏览器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官方文档 就是Uploadif这个插件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demo 对吧 你看到比如说我选择一个文件 然后比如我上传这个图片 OK 它有一个这个 一种这种提示 这个上传多少百分之百什么成功了 对不对 这个效果非常好 然后它这里面的 按例就是这样这种形式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对吧 然后比如说你是点击哪个哪个地方 然后做这个方法 然后swf是哪一个 并且outload的这个是哪一个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最终服务器端的 pdp上传这个图片的一个脚本 或者说进手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异步的方式 图片上传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ync自带的一个图片上传的内裤 在哪个地方呢 在sync.pdp 然后有一个library 这个地方 然后找到sync 然后下面有一个 uploadclass.pdp 那么这个类的话 我们到时候直接使用 就能够非常方便的 把我们的图片上传到服务器当中 比如说它里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种配置啊等等 对吧 最终的话我们是需要去调用里面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upload这个方法 然后呢就能够快速的上传到变 那么这样的话我就不过度的去介绍这个类了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方便 非常简单 ok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的话我们必须的去找到我们这个模板对吧 比如说打开这个浏览器 然后呢我们这个文章管理 地方有个添加功能 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速度就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通过意义的方式 先把图片上传上去 上传上去之后呢 然后点提交的时候呢 同样就把这一块的数据保存起来 对吧 那么这块怎么去处理呢 这里的话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模板 对嘛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 Rode下的content 然后有一个igd.xml对吧 然后在下面这个地方的话 在缩图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有几块内容 第一个的话就是 这是图片上传的一个按钮 然后呢 这里方的话 是用来干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是用来展示 我们图片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图片上传成功之后呢 我们会把图片 放在这个地方 默认的话 它是这个隐藏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到时候我们最终点提交的时候 就把这一块的数据啊 就是最终你上传的这个图片 然后把这个地址放在这里 然后呢 提交的时候 我们就会捕获到这里面的内容 最终把这个 取得的数据库 它的最终思想是这样的 OK 那么明确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呢 这一块的图片上传呢 是通过了这个 第三份插件 我们说了 outloadf1 对吧 然后呢 我再写一个gs脚本 然后结合 第三份插件 就能够 实现 逆步 上课 在哪里啊 我写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在我这个public gsadmin 下面有一个inmed.js 那么这个文件的话 就是 结合 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三份插件 这个吧 这个地方就是它 内置的这个方法 我们直接付出过来 对吧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是用到哪一个flash交互 对吧 然后呢 这一块的话就是 我们所说的 这个 我们最终的 把数据放到 就post给哪个最终的qp脚本 是这一块 那么这个的话就需要 我们 在我们这个 idd.shml里面来定义了 再来定义了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了 对吧 这两块内容 对吧 比如说 这个uploadswf 那么这个是 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 不过道就可以了 对吧 对吧 OK 然后呢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代表我们 这一块的 这个文案上线作变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到时候呢 就是作用 到一个变量 然后呢 上传到这个 人使的文件 后缀 我们支持这种形式 对吧 然后最终呢 比如说 uploads 如果你是成功的形式呢 然后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有迟浪 然后有迟浪 然后最终我们干嘛呢 最终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 或许到了这个图片的地址 首先 它放到这个地方里吧 那么这几个东西呢 都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在这个图片上传 这一块 看到找到这个地方 就这一块 定义的一个 相关的内容吧 对吧 比如说 这个 上线参考之后呢 把这个图片 地址放在哪里 然后呢 值放在哪里 对吧 最终把这一块的这个id 给展示出来 那么这就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干嘛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来 编写这一块的接口吧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技术对吧 我们然后再找到 这个地方是对应的一个技术是什么 就这个吧 image下面有一个方法对吧 OK 然后呢 我们必须得去找到image的控制器 然后呢 新建一个方法对吧 叫public function 然后这个方法对吧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 一步上传 我们的搜索的这个 一个方法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把我们的这个上传呢 我写了另外一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这个 model 层有一个upload image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我一写好了 我是引用了 结合 这个sync的一个字带的 这个图面上的类 然后呢 时间 在这个地方使用就可以了 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看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首先实力化这个类 对吧 就这个就是我们sync的字带一个类 然后呢 我试试它这个文件的一个目录 是这个目录 对吧 upload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定义的 最终呢 我承认的格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目录下面 我会存的就是按年月日的方式来存的 就是最终你这个图片是年月日 然后后面带什么文件名点什么后缀 对吧 用这样的话有可能 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可能会很多 你这种时候我们就很清晰的知道整个的这个图片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目录结构 对吧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用到的是 用这个方法 它最终直接掉用这个类里面的方法 sync的字带的类里面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反为什么内容 如果是返回是有值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路径 我返回给给这个我们的最终的这个结果 对吧 比如说它是哪 下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的feel 就是对应我们刚刚所定义的这个地方的feel 这个到底一定要明确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就能够把它最终的结果 我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首先的话 就在我们这个控制老层 我怎么就做呢 就需要 这个去 引用这个 就我们看 刚刚看到的这个upload image 然后呢 掉用什么里面的一个什么方法呢 掉用这里面的一个 这个方法 imadupload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这个imageupload 这个方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个判断 其实我们可以做个测试 然后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打印出来 把这个值打印出来 做个测试 他就可以看一下 打上i s 然后呢 这样 然后我们 打开我们的 这个 试换器 然后呢 点这个地方 然后比如我上传一段图片 我看一下 这段图片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他打印什么呢 整个这个值吧 你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 大小 对吧 文件名是什么 最终的md5是什么 然后 这个路径是什么 对吧 就save name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名是什么 然后最终一个路径是什么 对吧 然后最终我们就拼出来 就根据这种形式 我们把它拼出来 就根据这种形式 把它拼出来 然后最终返回给我们这个地方吧 Ctrl 什么 反正Ctrl 或者到之后我们需要做个判断 对吧 如果说 我们这个有值 反而s有值的 那么这个喜欢的话 我们就返回一个值 说 对吗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 如果返回false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说 它是失败的 对吧 上传 失败 那么这个可以给个空了 然后最终的话 如果 说 叫什么 上传成功 然后最终把 is值 也就是我们最终的文件的 或者说图片的 UI地址 就像一个地址 然后复制给它 对吧 然后复制之后 我们 在我们这个里面看到 就是说当它成功的时候 我们最终把值放在这里来 对吧 OK 那么这样我们再做个测试 我们看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 同样还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把它先关了 然后再看一下 点上传图片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OK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啊 非常方便 非常神奇 交互也非常好 对吧 然后上传成功之后呢 它就获取到这个图片了 然后再把它图片 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缩图上传功能 这个插件非常好用 建议大家去多看看 它的官方文档 然后呢 应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OK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编辑器图片上传功能开放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一些系统当中呢 编辑器用的是非常多的 我们必须去掌握它 对吧 那么本节课的话 我有两个核心点 那么第一点 那么第一点的话就是 我们是使用了第三方插件 Kindle Edit 来做这个编辑器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 我们是采用 EVE的方式来实现 图片上传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编辑器 长得是什么样 打开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然后呢 我们看到 这种形式 这种编辑器 就是我们用到的 这个Kindle Edit 这个编辑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官方文档 那么这是它的官方文档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配置 或者说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图片上传 对吧 然后上传文件 我们知道上传文件的话 它首先需要这样配置 这种形式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对应 我们到时候那个testary 那个预的一个ID 然后呢 这个的话就是 Upload JSON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最终 需要上传到的一个 或者说一个接口吧 或者说就是把这个相应的图片 或者说文件上传到服务器嘛 那么它是需要我们服务端脚本去接收的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接口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器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使用呢 首先的话 我们必须去加载 这个第三方的一个Kindle Edit 这个JS 加载完之后呢 我们 我们在下面 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testary 然后呢 必须的定一个ID 那么这个ID的话 在哪里对应呢 在我们下面这个地方 对应起来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这个ID就是上面的那个testary的一个ID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创建这个编辑器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上传图片的一个接口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有一个接口接收 对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有个Upload Kindle Upload 那么这一块的话 就是针对于这个编辑器当中的图片上载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数据 这个上传到这个辅助器吧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是放在这个model层 然后呢 这地方的话 有一个这个针对于 编辑器当中的图片上载 同样也是一样的 直接Upload 然后呢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相应的图片地址 返回给过去 那么这里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直接和这种形式 其实是一样 对吧 只不过是有个地方不一样 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直接一样 Upload 然后大地 Upload Image 然后呢 我怎么去处理呢 直接 IS等于这个Upload 然后找到哪个方法 Upload这个方法吧 对吧 就是刚刚这个地方的Upload 对吧 这个地方的Upload 其实啊 这两个函数啊 这两个方法 我们可以组成一个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 只不过你看到 这个地方可能还不一样 对吧 这个地方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配置的 这一块的话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做一个配置 对吧 OK 然后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 做个判断了 如果这个返回的纸呢 是空的 比如说 不能在 然后呢 我们必须去返回一个 就是接口的数据吧 给这个 接死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再来看这个文档呢 其实它返回的这个接死 需要一定的数据格式的 它必须是这种形式 如果你成功呢 就是AV是0 然后UI要对应这个图片的地址 如果是失败的时候呢 AV是1 然后给一个Message 错误信息 这种形式 那么所以的话 我们和这个 一步的方式的话 和刚刚那个 上传缩统的还不一样 对吧 上传缩统的话 我们直接这种形式就可以 对吧 然后呢 这种地方的话 我们必须去定义一个方法 在哪个地方 定义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在同样 在我们的这个 方式 这什么方法呢 方式 然后定义一个 Share Kindle 然后传一个什么值呢 看两个值 一个states 对吧 然后 Date 然后我们给一个 Head头信息 C-O-N T-N-T Type 然后APP L-I-C-A-T-O-N 对于什么呢 对于一个 接生格式 然后 伺服级呢 x-set 等于 U-T-F-8 对吧 OK 那么明示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状态 states 等于0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相当于成功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这样 这种处理 去退出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输出接生格式了 然后把这个 使得封装一下 就是必须的符合 这个KingElet 这个编辑系的一种 数据格式 对吧 这种数据格式的话 我们不能自己定的 因为这个是 它内部的机制 U-R-A-L 然后对应这个 到了Data 对吧 OK 否则的话 干嘛呢 否则的话 直接这样形式 也是Jason Eco的 然后把这个值呢 A-R-A-Y 同样 必须的满足 它的数据格式 要求 然后把这个 M-E-S-S-A-T 对应过来 叫什么 比如说 上传失败 对吧 OK 那么这种形成的话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在我们这个 控制系层呢 我直接 第二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吧 如果 这是失败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必须 到这样 这种情况 然后V-T 这样的话 体验就好一点 然后呢 把这个值 复着过来 1 对吧 上传失败 然后呢 如果 不是的话 那我们就是 刷备成功了 刷备成功是0 对吧 然后对应它这个 URG值 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情况 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 然后呢 点到这个地方 图片上传 然后 比如我 插入一张图片 这张 然后点确定 OK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把这张图片 上传过来吧 然后最终展示到 这个冰系里面 就这种情况 然后呢 这里有个批量上传的 有两个加号 这样的话 是批量上传 然后同样 我可以选择 几张图片 比如说 这一张 然后呢 再选一张 这一张 这两张 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开始上传 那么这样的话 它上传成功了 然后点全部插入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把这两张图片 放过来吧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冰系当中的 图片上传功能 非常简单 对吧 OK 大家一定要去掌握它 那么今天的课程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